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居龙的Wymart 这一期的视频是跟大家分享一台iPhone 7 无线白苹果重启的维修过程 在接到机器的时候 我们打开机器发现 这个U4001这个同步IC是被更换过的 然后硬盘也是被重置过 机器可以进入iTunes模式 但不能连接电脑 综合上述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故障判断在同步IC U4001本身和同步电路上面 因为U4001被更换过 所以我们先更换U4001测试 但是更换U4001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故障还是依旧 接下来我们就测量这个U4001的工作条件 打开U4001的官方图 测量U4001的供电电路 一路是从主电源输出的三伏供电 还有一路也是从主电源输出的1.8V的上层供电 在测量3V的供电的时候 它只可以测量到0.9V 那之前是更换过U4001的 那就可以先把这个U4001的故障排除 我们直接更换电源 再更换主电源之后 手机的故障就解决了 然后装机测试充电功能和同步功能都是正常的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 更多的维修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巨冷 下一个视频再见 Bye